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報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剛剛其實我相信大家在教學現場也有看到很多問題 但是這個我就先略過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的 在這個地方呢 平台已經介紹很多所以我就不講 但是呢剛好呢 我們這個鄭忠老師不是有寫一本這個書嗎 對不對 大家一定都看過嘛 然後呢 其實 像剛剛我在分享裡面啦 同學就是課程結束之後 OneNote資料會不會在 他都不會問老師你會不會繼續教 他只問資料會不會繼續在而已 這樣有沒有很難過 所以 事實上很好玩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在這個暑假呢 我有就是幫OneNote這邊我們有錄了一系列的這個教學影片 所以其實老師如果您對於這個OneNote的一些基本操作 您覺得 我還不是很清楚的 沒關係還是可以自學 可以自學 包括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訪客 您怎麼用對不對 訪客怎麼用 那怎麼註冊的部分 這些都有教學影片 再來 您有了這個之後 學生怎麼學習 像老師剛剛提到的 賴老師提到 我們這個學生學習的時候怎麼用 你也可以給他這個影片讓他自己看 也可以比較清楚 也可以比較清楚 他怎麼樣做自己的所謂的進度的管理 他有問題的時候怎麼發問 那怎麼參加這個測驗或家務群組的部分 再來 學生的主導完了 我們就再來看什麼 再來看一下老師怎麼備課對不對 事實上OneNote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他在備課的部分會變得很輕鬆 會變得很輕鬆 那比如說老師您看喔 網頁的課程 那這個地方我就必須要講一下 有一個東西您要 要現裝起來的 不過如果你用訪客 不能用 這在哪裡 在最下面 每個網頁的最下面 這裡有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擴充工具 這個 這個部分呢 老師代表您 我們一起來看 在收集資料部分 您就會發現其實真的很方便 因為平常我們都看很多資料對不對 可是平常如果老師您在 這個教材我覺得還不錯 您會怎麼做 把標題複製一下 再打開你的寶藏 寶庫 開一個然後再貼進去 然後再把網址貼進去 如果比較乾淨的 它還要把全穩複製 然後再貼掉裡面去 這樣累不累 有點累齁 你要好幾個動作才會完成嗎 那在這邊的話 你只要它就是一個擴充工具 就點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加到我指定的教材 就很簡單 好就很簡單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當然我剛提到 就是如果你用 訪客帳號 這個功能是不能用 好 這個功能不能用 所以等一下呢 我先把它加進去 待會我會給您看一下 我怎麼樣去使用它 好 OK 我先暫時到這邊 那我回到這邊來 再來 好了 這樣就加進去 右上角跑出來 那我們往下走 怎麼備課完之後 老師的班級經營 因為老師有教材之後 要做班級的經營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去使用比較方便 包括你的任務怎麼增加 然後呢 像老師的這些教材怎麼引用進來 還有很重要的 我們怎麼知道同學做哪的情形 對不對 閱讀教材的情形 您都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最後呢 在影片裡面 我們還會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高所過招的 也就是說 你可能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一定會多少有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 有沒有可能 比如說 您今天有一個班級 那明年還會有第二個班 第三個班 那我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像這些問題 我們就把它一次放在這裡 甚至比如說您這個學期 我同時上兩個班 三個班 那我要發一個訊息給同學 需要一個一個群組發嗎 不用 你也可以一次就發送到多可群組裡面去 我就發送一次就好 所以這些小技巧 那就把它列在裡面 這個是給您稍微看一下 就是有關於我們在 這個one note裡面 那這些東西在哪裡呢 您可以從裡面來看到 在這裡 任務裡面 在研習資料裡把它打開 您就會看到 在我們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one note平台情勢式教學 您從這邊點進去呢 就會連結到我們的 這個教材裡面 這樣就進來了 您就可以一個一個慢慢看 這樣OK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先跟老師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就這樣看了 就這樣看了 就這樣看了